听说李师傅竟然精心制作出一款 号称是每天都可以吃的泡面 也是跟朋友还是跟师兄师姐讲 泡面不能随便吃 最后会变成木乃姨 可是还是有人会吃 然后我就讲 我说这样子好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制作一个 天天能吃的泡面 那我就把师兄师姐就召集起来 我说我们自己来做 就是一下子研发的两年多 然后制作了一个可以天天吃的泡面 我就要来试吃一下 这个就是李峰山是不说的 这是天天吃的 而且它是全素食的 我们的面是蒸煮面 蒸煮面 对 不是油炸的 是蒸煮 真的很好吃 这是番茄面 而且是可以天天吃的 然后还有酸辣面 就是这个 酸辣面 还有打酱面 既然大家不是都有说食安风暴 我们买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成分 对 所以你的这个成分 当时也有经过研发 为什么研发了两年多 中间有一个小插曲 那个时候老板 他说我不给你们做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太挑剔了 是不是 您看我们的泡面 我连其他 我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 连其他都要写得清清楚 那个老板就讲了 你们这个面很麻烦 一般的面 它六分钟就走完了 你们这个面 要走六个小时 它能走完了 工序很麻烦 对 很麻烦 对 那养生就是要这样 要下功夫才有办法能够 真正做出好的产品 对 要对大众有帮助 才有意义 对 那养生就是要命轻易的 那养生就是要命轻易的 尝词 这些女生